好,那我现在我想介绍一下 有一个叫做环保署 环保署,它有开放资料 它也放在那个开放平台上面 例如说空气品质日监测值 这环保署的资料 然后我教你一下 也许我们在座好像都没有资讯单位 不过你到时候假设你会发现 好像你资料下载大概也就是这几种方法 你自己去设定你要下载某几年的资料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资料下载 因为下载下来资料你要去做分析 然后怎么分析 这就是我现在要教你的 所以你看环保署的资料 这边有一个资料下载 然后我们可以去看 这边是不是有多少年 1894年 1894年环保署就开始收集资料 您相信吗 不相信 1894发生什么事 1894年 好,回去端历史课本 这一点很重要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越早以前的资料问题越多 要需要更多的资料清理 所以我们找近几年的资料 好不好 不简单 你台北市政府超过20年以上的资料库有多少 我不是在做那个就是说 我们不是要做数据分析吗 资料越多是不是越好 至少18 我们说什么 至少如果他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也收集了20年了 不止20年的资料 是不是值得给他鼓鼓掌 比如说我现在收集我去捞资料 捞2010年1月到2013年12月可以吗 我捞这样期间的资料 然后查询 这等一下都要亲门自己动手做一遍 因为我可以去下载 你们也可以下载 我不想要就一直把资料放在另外一个地方 好 接下来我要下载的是 1 是不是选好了 2 选择下列要下载的资料项目 空气品质监测日值 加 这个要加 然后3 这边这1一定要按下去 你设定好时间 然后查询 然后大气这边 空气品质监测日值 点选这个加 然后确认资料及项目 并认证后下载 所以你必须认证嘛 所以必须要输入跟他一样的内容 aw729p 然后送出 对 可是我刚刚都打大血 这个好像是小血吧 再一次 小血的w729p 可以吗 送出 然后这边才会出来 好 这你看出来是小血吗 应该可以啦 因为大小血嘛 就是小血的话比较小 它只占一排 大血占两排 好 下载 好 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下载好这个档案 在哪里 下载 这边 这一个 为了等一下我们方便起见 就是我们就把它叫做 Invaloble 好 然后今天的日期 0115好了 可以吗 来 请你们先动手做一下 好 这边 请问一下你们猜一猜哦 PM2.5有听过吗 PM2.5其实跟癌症发生也是有关系 就是那个唯一粒子 好 到底多大 2.5还有一个PM10 好 请问一下 你觉得PM2.5最高最高的一个限制 就是2010年到2013年 这4年间 最高的限制是哪一个限制 要不要猜猜看 就哪一个限制 它的空气品质最不好 要不要猜一猜 好像你都不会猜台北 高雄它在前三名 高雄一定会在前三名的 南投不对 南投竹子很多 南投风景也很好 南投不对 最高的绝对你意想不到 不是嘉义 又是嘉义 对 为什么你们知道吗 我本来也不知道 是嘉义市政府 他找我去交大数据分析 那我总要去做一点 跟嘉义市政府有关的大数据分析 所以我就调查了癌症 嘉义发生第一 这个空气品质 PM2.5 嘉义也是拿到第一 还有那个检举 检举 因为嘉义检举有奖金 所以这里长 里长就是到处去看 只要他们这一里有多了什么东西 他就去检举 好 就是多了什么垃圾 多了什么废弃物 他就去检举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嘉义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 去看一看南远也在嘉义那边 很漂亮 可惜工作人员多于游客 真的 那个荒凉的感觉 不是你能够想象 但是那真的是很漂亮的地方 好 不是 不算荒凉 就是人烟 人机 就是对 就是人烟很少就对了 就很可惜 可是是一个很漂亮 很值得你去看的地方 没有人 不用排队 那根本就没有人 好 我们下课休息十分钟 然后三点十分 我们来揭晓 就是 就是到底哪一个县市 PM2.5最高 好 三点十分进来 进教室 请问一下 刚刚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看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 那个 就是 县市名称 有一个叫做 7 7多少 703 它是西区 对不对 可是 可是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都没有把它归类 没有把它归到县市名称 它到时候会变成是什么 这边的计算就会影响 例如说台南地区就会 台南县市 台南市 是不是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 如何把它正确的归类 我是不是说改资料 好 请问是改 请问是改 这个 这个里面 的 每一个月份 的 703 西区 还是改 ZIP ZIP是在这里 还是改 ZIP 你希望改哪一边 当然是希望改这边 改这边只要改一笔 对不对 它一定没有 703 ZIP ZIP里面一定没有703 你要改 当然是改一笔的那一个 好 你看 703 好 请稍微等一下 7 701 702 这边有没有703 没有 来 插入 703 然后呢 台南是什么区 西区 西区 然后触传 是 可以吗 请问我这个ZIP 我是不是改好了 改好了以后 再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记得点一下 重新整理 那你的台南就会直接做回来了 可以吗 你看这样 多好 但请你要记住一件事 改资料 不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才比较重要 你看一下 刚刚的703 反正这边都没有了 可以吗 这边都没有空的了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看我们的那个报表 报表里面 报表应该怎么看呢 县市 县市 好 各县市的用电 2015 然后看一下台南市 台南市 16 17 不过台南市的用电量 这两年是下降 然后2019 又稍微上升 微浮上升 台南 这样可以了解吗 这样我们资料就全部都叫回来 叫进来了 好 这是提供给门餐 所以改哪里 改一对多的那个一 那一边 一定是那边出了问题了 这样知道吗 一定是一这里面 它没有703 好 那做完这件事 我们就储存 然后关掉了 请你们看要不要改一下吧 接下来我就要继续讲那个 刚刚那个 environment的环境资料 PM2.5 这边会遭遇到什么问题 请不吝点赞 谢谢阿姨 谢谢观看 好那画面就用一下 其实我期待 我期待是这样子 就是说假设你今天你回去之后 真的你拿你的资料 不管你的资料会是什么样子 然后也许我们来尝试 想要去做大数据分析 我刚刚还有一件事情还没有讲 我们应该要来讲一下 我们先来观看一下 我们刚预测还没有讲 因为用电度数的预测 其实蛮重要的 好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还有像台北市各行政区 用电度数的情况 这应该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 好画面就用一下 那我们现在来继续来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有看到 就是一年 一年它的一个用电度数 然后发现它其实是有一个周期性 例如说12个月为一个周期 然后接下来我们应该把这样子的一个资讯带进去 然后让它来去做预测 看看说 例如说2020年1月的用电度数 2月用电度数 其实我们应该比较关心的是 那2020年 它的那个暑假的时候 高峰用电度数会是怎么样 好 所以假如说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想要去做预测 预测用电度数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先勾日期 日期 然后用电度数 然后把它用成这种方式 连续 连续向下探索 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是不是持续呈现 从2015年的4月5月6月 以此类推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重点是要来去 请你们看它的预测 因为真的用大数据分析 主要是在看那个预测 看看说它预测出来 这是12月嘛 那1月 1月它是不是会下降 对吧 请记住 真的大数据分析 重点是在做那个预测 那预测我们不是说 它一定要精准到那个个位数 或十位数或百位数 而是它的预测趋势是不是相符 这才是比较重要 趋势 如果说真实资料 真实资料 跟预测资料的趋势是一致 那我觉得它的预测是准的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 怎么做这个预测 怎么做这个预测 而且谁会想要知道这个预测 当然是你的主管 你现在做出来的报表 就是要应用这一块 我想到这预测 是一定要介绍给主管知道的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趋势预测 首先我们点加入 你有没有发现 它这边下一个年度的1月 是不是往下降 2月往下降 你看这边2月是不是都是最低的 3月开始上升 4月往下降 你有没有发现 准不准 好 不是我说的算 但是至少你知道 那个坡是不是有出来 对不对 好 再接下来 我觉得这边 因为我们预测有交过 所以我就直接讲 我希望他预测12期 预测就预测一整个 因为我们总共这边有57个期 所以我请他预测12期 所以我请他预测12期 接下来呢 略过前面12个点 好吧 略过12个点 是因为我希望他预测12个期 12期 所以你才方便去做比较 你才方便去做比较 去说他准或不准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然后季节性12个点 靠用 请问一下 您觉得预测的好还是不好 还不错吧 对不对 然后请你 请你 如果说你觉得这样子给主管看 你要告诉他 黑色线是预测 绿色线是真实的线 好 那其实 其实他还蛮接近的 既然蛮接近 那么我们其实就不要略过 最后面这12 最后面12个点了 直接把这边改成 最后面零格点套用 这样知道吗 这就是真实2020年 各月用电度数的一个预测 你怎么样去把这个资料产生出来 就汇出资料 你就有 他会告诉你 1月是多少 2月是多少 可以吗 把你们动手来去做预测 这是我觉得应该很重要很重要的资讯 是你们必须要知道的 我们刚刚曾经在网络上下载了一个就是2010年到2013年 48个月的资料 这边有1月的资料 2月资料 3月 2010年 一直到12月 这样就有12个月的资料 再来2011年也有12个月 2012年也有12个月 2013年也有12个月 那我们是不是要把它解压缩 记得我放在下载里 滑鼠右键 解压缩全部 解压缩 好 我们先来观看一下 我这里面是不是就多了一个 ENV0115 这么多个档案 可以吗 然后接下来呢 我要打开我的Power BI 然后 然后做什么事情 把它取得资料 我现在取得的一样是一个资料夹 而且我希望这些资料是整个合并在一起去做分析 所以接下来在这个地方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里面我要选择的是什么 资料夹 这边没有资料夹 所以我点其他 其他 然后接下来再去找什么 档案里面的资料夹 当然全部里面也有了 找到资料夹之后点连接 然后请 透过浏览 透过这个浏览按钮去找 找什么呢 找我们本机下载里面的ENV0115 确定 确定 然后接下来这边 这边不是点载入 是合并并载入 好 点选合并并载入 你刚刚那边只是告诉我们说 总共有多少个档案 请问这边有没有看到乱码 没有 这边都很正常 但是 但是 这边有没有看到 这是什么 这都是文字 所以这个dash 会被保留 好 那总有一个不是的吧 请问一下 如果这边是数字 这个dash会变成什么 arrow 如果你这一栏定乱为数字 那如果出现一个减号 减号不是数字啊 所以它就变成是error了 可以了解吗 找一下 好吧 我们就只要点确定 因为现在看到都是正常嘛 对不对 好 可是刚刚那个文字数字的关系 这边会产生问题 我们就先只好按下确定 去观看一下 然后这边它告诉我们说有137的错误 然后看看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检视错误 在这里 等一下你就不用去看了 我只是要告诉你 它这边是不是说有错的地方 什么地方有错呢 拉过来 就是这一列 这一列 有看到 你看这边都是绿色 绿色这代表都正常 对不对 好 那你看到这边就说 没有错啊 都正常啊 还没拉到最后面 有看到吗 这都正常的 可是最后面这边有看到 它说这个空气污染指标 PSI 等一下也许我们可以打开来看一下 这个PSI的这一列 到底发生什么事 但是我们就不去看了 反正这边 请问指标 指标是不是一定是数字 那指标里面的减号会变成是什么 就是错误 这样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好了 反正我只是给各位观看一下说 它这边有什么错误 但是事实上所有的数字 它都是把它变成是文字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PM2.5是一个数字 对不对 这个气旋浮为例 PM2.5 它一定是一个阿拉伯数字 可是这边有看到吗 前面并没有sigma 没有sigma就代表什么意思 都是文字 所以这边我们必须要做资料转换 因为不做资料转换 根本就不能分析 好 所以请你们先动手做一下 请你们先做出来 你看序号也是文字啊 空气指标psi 空气指标psi 全部都是空值 用啦 有数字 你有没有发现 首先 假设我现在我去分析 分析什么 各线式 这里面是不是有线式 好 各线式的什么 各线式PM2.5 好 那你就说 那我这边我就点这个PM2.5 那你会说 PM2.5怎么会放到图例呢 它应该是纸啊 对吧 他有画出来一张图了 然后你就去报告你的主管说 高雄市第一 新北市第二 台北市第三 有听懂 有听懂吗 这是错误的 这是错误的 这边在在显示的是那个次数 因为它是文字嘛 这里面全部都是文字 这个PM2.5 这是文字 所以它在这边 既然它是一个文字 代表是什么意思 量测的次数 说不定高雄市 高雄市它的监测站是比较大的 你知道高雄市多大吗 台北市多小吗 听得懂我的意思 越大的地方 监测站一定越多 所以没有人去看那个次数 就是高雄市这个监测次数 那我们要看的是 应该是它的一个平均值 平均值 那你就会说 那我就把这个值改成平均值 平均值不见了 这时候你要怎么办 这时候你要怎么办 文字有没有平均值 文字也没有加总 也没有平均值 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办 转换 可以吗 你怎么那么聪明 如果你不知道 你这时候该怎么办 如果你不知道要转换的话 你要怎么办 可以问老师知道吗 我是说真的 你可以去问Google大神 或者是你加我的Line 然后问老师 知道吗 好 那我现在 我们要先去做转换 因为这位同学已经讲了 所以我就是要去把什么转换 细旋符文力转换 那转换记得吗 我们曾经在这个地方 模型是不是有做资料模型的转换 转为什么 数字 转为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PM2.5 PM2.5 有没有看到 它其实 它是计算到小数位以为 所以它是小数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就点PM2.5 转换为小数 是 然后无法自动将资料行转换为小数 为什么 可是刚刚可以 另外一个资料表可以 为什么这边不行 对 因为减号的关系 它的意思是说 因为这里面如果都是数字 我可以转 没有问题 如果说它今天有减号 你不可以在这边转 你要在另外一个地方转 必须要在哪里转呢 所以刚刚我们没有转成功 知道吗 好 必须要在常用 模型 这边 编辑查询 编辑查询 我们要到Power Query里面来去做资料的转换 怎么转呢 你先选到PM2.5 你先选到PM2.5 PM2.5 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呢 转换 资料转换为小数 那既然我把它转换成小数 那请问你ARO这些减号会不会变成ARO 会 因为减号能不能随便用一个0代替 不可以 你不能说缺考就是0分 缺考就是0分 代表说它应该没有受过那个统计的训练 缺考不是代表0分 那缺考代表几分 不知道 知道吗 除非你让他补考 然后给他打个折的分数什么之类的 好 不过不管怎么样 因为他就是没有来考 没有来考 我们必须要怎么样 就把它视为就是ARO 好 不参与计算 所以我们现在取代现有 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是ARO ARO它有一个特性 它就是不加进去计算 那为什么会有减号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这个机器当时测不出来 说明机器坏了 对不对 说明这个机器需要电 但是当时停电 对吧 好 因为我们这边是一个小时测一次 说明因为他送修了三个小时 所以他有三次是空值 那空值怎么显示呢 他就用一个减号来显示 所以空值就是空值啊 为什么要再多手工打那个减号呢 这就是我觉得很奇怪的地方 但是你现在的资料搜集 是最早最早的时候1894年到时候 他的一个想法跟观念 那我想应该也不是1894年 他的想法 假设他是在那个1990年的时候建这个资料库 他当时的想法 他认为减号就是没有测到的值 他就用减号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是不是把这一个成功的转换 所以点选 就是刚刚一定要选到 就是打开来去做资料编辑 然后接下来选到这个PM2.5 我们把PM2.5跟PM10 PM10都做转换好不好 转换 转换为小数 小数 这好像都是整数 好 取代现有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做什么事情 常用 底下的关闭并套用 关什么 关Power Query 套用到Power BI 所以点选关闭并套用 然后等一下你要先看 这边是不是前面变成Sigma 好 请问一下 刚刚我是不是把这个PM2.5跟PM10改成文字 改成数值 改成小数 所以这边错误会变更多 好 先关掉 然后你看PM2.5是不是变成 变成什么 Sigma PM10呢 在这里 Sigma 好 变成Sigma之后 我们刚刚是不是 这个 轴是不是限制 值 值是什么 PM2.5 好 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做什么事情了 请问是放 加总的值 还是平均值 什么值 因为每一个小时都会有一次的测量 所以你不可以用加总 一定要用平均 您觉不觉得刚刚加总的分布跟什么 跟现在的资料 现在台湾的PM2.5的资料分布 你觉得加总是一件很奇怪的分布 加总是一个很奇怪的分布 看得出来吗 这个分布怪是因为它是这样写下来的 好 那我们把它改成平均值 这样子要分布 这是什么 就是说 大家的PM2.5 因为我们距离还蛮近的 这个 大家的PM2.5 其实是差不多的 虽然有好有坏 但是是差不多的 知道吗 光是这点 你就可以判断 你现在收集资料 对或不对 第一名是 有看到吗 嘉义市 不是我要说 在好山好水的地方 为什么嘉义市的PM2.5这么高 这是不是值得研究人员去研究了 对吧 你要是说那个高雄 那请问一下 金门 金门 为什么 这个PM2.5也很高 受到谁的影响 大陆 对吧 反正把责任推给别人 很容易 这是真的 可是嘉义呢 为什么 听得懂我的问题吗 因为他嘉义 好像旁边有台南 下面有高雄 对吧 嘉义没有什么工业区吧 但是他隔壁都有 那空气是什么 是很轻的 还会飘到别的地方去 这样了解吗 好 换你们动手来去做一下 就是你做出来这件事情 你觉得需不需要承报给主管 让他知道 我相信 一定会有 在座应该 有谁 就是小时候 是住嘉义的 都没有吗 有没有谁 小时候是住嘉义 就出生地在嘉义 嘉义县 嘉义市 都没有 刚好一般没有 请问一下 这张 这张资料表 你这样画出来 你要去报告 你要怎么报告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报告 对不对 那是因为 你不知道标准 因为你不是学这个的 好 你总要知道说 到底多少以上 算标准 可以吗 好 你应该知道 就是说 台湾有台湾的标准 也许像我们 那个 GPT GOT 肝指数 我们的标准 可能长根定出来的 台大定出来都不一样 对吧 像日本 日本他会认为 40以上还好吧 他们可能还不用吃药 可是在台湾的医生 可能就会觉得 那个超过40 应该要开始接受治疗 好 那我现在我要亲门看一下 这是细旋浮为例 然后接下来 当然在这个地方 你要做出一个报表 给别人观看 所以 是不是把它稍微 稍微调整一下 然后接下来 Y轴 Y轴也很重要 好 那我们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它的标准 就要用一条线 呈现 可是标准定在哪里 我们是要去查 我们要去查资料 这张资料表 这样呈现 我觉得不是那么好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直接Google一下 PM2.5的标准 好 根据环保署资料 台湾参考世界卫生组织建议 定PM2.5空气品质标准 24小时平均值为35毫克 35记得住吗 35哦 那等一下 我要画一条 35的长速线 Y轴的35的长速线 然后 我们去看 哪几个县市超标 对吧 好 然后 接下来 日本 稍微注意一下 日本定的是食物 我好 用日本来定的话 我们全省 通通不及格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意思 好 那如果你到了美国 美国的标准更严格 好 那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35 35 所以在分析这边 然后长速线 加入 加入一条长速线 值是35 对不起 值是35 可以吗 35 然后颜色 颜色 假如说我兼用红色 红色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什么 嘉义市 高雄市 金门县 台南市 可以吗 这四个县市 是拉紧报的 不过 请你注意 嘉义市 很小 对不对 但是你不要忽略了 第六名的 嘉义县 可以了解吗 好 嘉义县 其实也 岌岌可问 对了 它的值到底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所以你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可以去 可以去给人 看得出来说 那个重要性 这样知道吗 好 请你们 现在动手来去做 至少你要做出这一张 来去说明说 台湾 台湾各县市的PM2.5的情形 是怎么样 画面就用一下 各位 PM PM2.5 我们已经画完 PM10 各位也会去画吧 你觉得第一名 PM10 谁最高 应该还是嘉义市 对不对 好 也许你不相信 那我做 但是我就不请你们做了 那这个叫做 这个叫PM2.5 然后接下来 复制它 这叫PM10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把这张资料表的PM2.5 改成PM10 PM10 在这里 PM10 搬进来 搬到值 然后 请把它关掉 然后记得 这个值 这样对不对 不对 你们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 看分布 看分布 大概就知道 这个资料是不对的 这个资料改成平均值 第一名 好 等一下 我们那个标准 标准来去看一下 PM10的标准 PM10的标准是什么 24小时 100 为 100 它定 100为克 M3 全年50 所以它标准应该是50 50 可以吗 所以这条线要怎么画 改成50 然后接下来 你有没有发现 加义4在这里 可以吗 加义4在这里 也是蛮高的啦 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 另外一件事了 这个我想我们就不去看了 你稍微了解一下 金门PM10 PM10它有一个意义 它是整年 整年 不像那个 刚刚这个PM2.5 是24小时 这个PM10 它有一个长期性 长期性的因子在这边 好 那我们来去观看第二名高雄 第三名台南 第四名 嘉义 所以其实 其实我们能不能这样子来去想 会不会是这两个地区的空气 飘飘飘飘到哪来了 嘉义 可以吗 嘉义 嘉义 嘉义4在中间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因为刚好就是 嘉义台南高雄 都是在一起 才会有这样子的情形 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地缘性很重要 这个空气 空气是会蔓延的 扩散的 对不对 空气 品质是在这样子去谈的 所以 嘉义不好 我想 台南跟高雄也好不到哪里去 因为空气 就像水污染 不是也是类似这样子的概念吗 好 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还可以谈什么 这里面是不是有好多气体 既然他有监测 请问一下 我接下来我想教你们的是这件事情 通常我们会把这个35 大于35 我们特别用一种颜色标出来 对不对 怎么标呢 就是说那个PM2.5超标 超标 然后PM2.5正常 正常 然后这个是非 例如说20以下 你把它设为非常正常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能会有人来去分析一件事 因为是气体 PM2.5 PM2.5应该是受到气体的影响 那到底是什么气体之间的关系 我们这时候就可以透过这个工具来去做了 会理解我现在的思维吗 可是不管怎么样 你现在你要定出来 例如说大于35 这叫超标 这就是不好的 不好的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好的 对吧 这是正常 假设我分三类 三类来去呈现 然后接下来我就要去看说 那到底是什么气体 什么气体影响到PM2.5 这就是开始在做研究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先把PM2.5 PM2.5当做是一个outcome 来去做 应该现在这样做法应该有点像分类 我正讲分类 分成三种类型 好 那怎么做这件事情 所以请问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就这一张表吗 用新增量子还是新增资料行 做现实的分类 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 假设我今天 我复制它 复制 然后我把它改成资料表 把这个改成资料表 我们现在是不是看到 加设算出来的这个PM42.4 我要把它分类到超标 可以吗 所以这样子一个做法 叫做新增量子 所以在这个地方 P M 标准好了 我们叫做那个PM2.5 标准 假如 假如可以知道 假如我们今天这个 运算是 什么运算是 什么运算是呢 请问这个数值是不是 什么的平均 这一个的 Average 所以是 AVERHE 里面得什么呢 PM2.5 如果说它大于 大于35 我要把这个分类叫做什么 超标 那接下来再来一个 if 一样是这个Average 对不起 对不起 那我还是觉得这样写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其实韩式我觉得没有很困难 假如Average 一样是这样写会比较好一点 PM2.5 PM2.5 这是大于多少 大于 假设我定20好了 20 然后呢 我昨天少了一个又刮糊 因为这个平均还没有结束 因为少了一个又刮糊 然后 然后 接下来是不是再写这个条件是 条件是 大于20 我放的是什么 正常 我这话放的是什么 就是不成立的时候嘛 就是 小于20以下的 那叫什么 非常正常 又刮糊 又刮糊 可以吗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我在这个地方 PM2.5标准 打勾 有看到 这几个是 因为已经排过去了 这几个是 标准 超标 然后这几个是正常 这几个是非常正常 那 通常我会拿这张资料表来去画 来去画图 怎么画呢 好 所以先把它复制 贴上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我就直接画 刚刚的群组直标图 可是我会刻意的把什么放在图里里 不是工具提示 你看这边 这边它是不是告诉我 PM2.5超标 我把这个工具提示 搬到图里 我觉得会更好 好吧 不让我这样翻 新增 新增 自 图里 不让我去分颜色 这就是这套软体比较不好的地方 图里叫做是什么意思 它只能帮我放在工具提示 因为假设我今天搬到图里 我这边是不是只有三种 它就分成三种颜色 我重点是要那个颜色 那如果这样不能分 那我们就只能手动分 什么叫手动分 资料色彩 例如说全部显示 那你就把嘉义市改成 例如说这个颜色 高雄市 金门 台南 可以吗 我只是 我只是要告诉你这件事 这就是视觉化 就是我们要凸显这四个层次 好 不过不管怎么样 请你先做出来 做出来刚刚我们这一个 就是PM2.5超标 因为它曾经在某一个版本 是可以做这件事 像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这个液氧化氮NO 它是文字 那请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文字你就一定要进行 在常用底下 这边编辑查询 然后把这个NO液氧化氮 NO找出来 因为它现在是文字 记得一定要去做转换 这我想应该你们可以理解 因为它要是变成数字 我才能够去做数值的比较 那接下来在常用里面 关闭并套用 这个不要忘记了 好 那我们有了这个液氧化氮 液氧化氮 也就是说各线式的液氧化氮 假设我现在我想要去做 那个相关性的分析 就是我们有非常多的线式 线式里面 假设我去做PM2.5 跟什么 跟液氧化氮的一个 就是趋势线 就是它的相关性程度 所以记得在这个地方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22个线式 然后当然就是有22个点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 这个地方X轴 它会把它全部都加在一起 加在一起的意义 其实是不大的 我们要去看说 这些的平均值 这个平均值 你看这边是不是集中在 到45以内的这个数字 因为PM2.5 我们就是最多 最多35是标准 那35以上一定是比较少的 好 接下来Y轴这边 也要改成平均值 这是我们在交的时候 要特别特别请你注意 那记得我们是不是有交你趋势线 所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加趋势线 在各线式里面 我们看到它是什么关系 它是这两个支件关系 是负相关的 负相关 这样可以知道 我现在在讲什么意思 你也许你可以换另外一个 就是说 当我们在做这个分析 到底是什么气体跟PM2.5 是比较有关系 这件事 好 这是走到 算是走到研究的部分 那这边可能就要请你们稍微注意 很多同学会忽略了把它改成平均值 好 这个是NO与PM2.5 就是各线式的NO跟PM2.5的关系 那还有请问一下 我们这里面有没有一个 因为我们有时间 因为我们有时间 我们也可以去关心一下 什么事情 就是 我记得它有监测日期 监测日期 然后我们是不是有这个PM2.5 PM2.5 这些值 这些值 因为你不可以放一个很高很高的值 我们一定要记得把它变成一个平均值 平均值 可是我们其实是在看什么 大概每一年都维持在30 30 可是我要告诉你 因为是气体的关系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去看一下 看有没有季节性 这是季 再往下探索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一件事情 这是天气热的时候 PM2.5比较低 有看到吗 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事情 天气最冷的时候 就是2月3月这个时候 不然你说2月3月的代表性是什么 我觉得天气很冷 因为我看到天气很热的时候 它是相对低的 但是又不是最热 我觉得台湾越来越热的应该是大概9月那个时候应该是最热 就是在出热 这边6月6月开始 你看4月到5月它的特色是什么 温度增加 对不对 我觉得是有这样一个现象 所以我不晓得您觉得 您觉得 就是假设有机会 我有一天我当指导教授 我要去教 我要去就是 就是叫我的学生去研究什么 我会先让他看到现象 你觉得这现象有不有趣 就是PM2.5 它其实好像跟温度是有关系的 为什么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才叫你要去研究 但前提是 你要对这件事情 这个现象 你觉得是很有兴趣的 这样了解吗 说不定这个会跟 例如说疾病的治疗 也是会有关系 因为分子越大 其实我们人越容易得到癌症 那有些解决的面向 其实你都要去了解 像那个陈大 他就有一个环境与疾病什么所 他们就要研究这种事情 因为我们都说 癌症是不是因为环境的影响因子 占了很大一部分 可是好像就是没有人 深入去研究这些 这样了解 好 所以我觉得说 也许你们在做这个分析的时候 你们就去思考一下 我拿到是大数据 我大数据我当然就是可以 因为我有了10年 刚刚是不是说 1894到现在 哇一百多年 对不对 你拿到这么多资料 你看到的一个现象 你看到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应该会更精确 然后这些东西 是不是可以再去思考 怎么做分析 然后我觉得这还是蛮重要的 但是你不要忘记了 真的要跟你分享的一个重点是 你手上拿到大数据 对不对 大数据通常我们都还是要并别人的资料 所以资料清理 资料清理 不要忘记 我没有打算要请你们再继续往下做了 因为限于时间的关系 那 我们从一刚开始 在这个地方我们讲一个小小结论 就是当你在做这种很多数字的分析的时候 你要稍微注意 不是说都用总数来去做 平均值它的重要性是存在的 好 否则话你会做一个什么 很小的数字跟一个很大数字来去做一个 画趋势线 那是一件很奇怪很奇怪的事 通常我们在画趋势线的时候 两边做标准应该是差不多的 好 那再接下来就是 当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当你拿到资料 你一定要想到大数据这个特色 我们不是要去算一个非常精确的值 或者是检定他夺服从母体 不是在做这件事 我们在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能不能去借由大数据来去成功的 等于说成功的去掌握到顾客 他可能要买的产品 或者是说我们能够成功的来去做有效管理 这样可以了解吗 像我们刚刚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用大数据分析 我们看到说这边的PM2.5 他好像就是有下降 那是不是跟吹什么风也有关系 夏季吹什么风 夏季吹南风 那个南部的地方 西南风还是东南风 夏季吹东南风吧 台湾的东南边没有什么 那如果是冬天 我们是不是吹西北风 东北风 冬天吹东北风 东北季风 自己回去想一下 因为真的 气体一定是跟风也有关系 反正这些我只是要告诉你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 有了这些现象 我们要如何去做研究 这真的还蛮重要 那我们从大数据分析 真的无非就是要告诉你说 你可以去做趋势 可以去做预测 可以去做机器学习 一些分群 然后来去帮助我们 探究里面的行为模式 找到行为模式之后 我们才有机会 来去形成一些很好的政策 好 这就是以上这三天 我想要跟你们分享的内容 期待 希望你们回去 拿出自己的资料 一个月一个月的资料 然后你可能会遭遇一些什么问题 那就等到 就是你加入我的LINE 然后你可能要拍一些照 给我看你的问题 这样我才更清楚的知道 你到底要问的是什么问题 好 那我想我们这三天课程 大数据分析的基础应用入门 就暂时要在这边报一个段落 那期待我们有更多的 那个线上的学习 记得 如果你喜欢我的课 记得 下面一定要帮我按个赞 在YouTube影片下面按个赞 好 我们今天就先上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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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